如果你用好了之後呢 我們假設簡報做完了 你要demo一下對不對 要demo簡報 總是要有一些好的工具 所以我們這邊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剛剛有介紹的 一個Photocab對不對 Photocab其實還不錯 事實上你也可以做一些把圖片整合起來的 甚至也可以做那個大頭罩 你如果要拿去 我們這邊我民調過的 我們學校前面那一家 有資源 他願意洗一張好像 好像是10塊吧 我記得我暑假來的時候我去問過 好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你可以發現 簡報 也許有些東西你可以盡量放在簡報裡面 可是難免你要簡報的內容 可能會怎麼樣 超過簡報可以放的 比如說你的是Excel也好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打開 或PDF或Word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不在這裡面我就沒辦法收放 我們在這裡面收放是不是很簡單 可是 你看我離開他的時候 如果你要在這裡收放 請問可以嗎 我是可以啊 還有我們剛剛不是有一隻那個 叫分嗎 你如果平常是拿那個 紅色那個筆在這邊 比來比去的人 你覺得看得舒服嗎 老實講 剛開始看覺得還可以 但是注意力過了兩三分鐘之後 那個紅點就覺得很累 就覺得很累 所以各位在你的免費軟體裡面 我們有幫大家準備幾個東西 第一個 這裡有一個叫做 免費螢幕放大 跟所謂的 pointer stick 就是所謂的叫邊 叫邊 我平常在放大 我主要都是用這個 還有畫圖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緊 這個都不用安裝 你有沒有找到這個小軟體 它只有五百多K而已 只有五百多K 只有五百多K 有找到嗎 你可以直接給兩下用 把它先執行一下齁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 你執行了之後 在你的右下角 就是那個工作的 欸你們這樣可能看不到 我看齁 在這 在放大 哇 被我擋住了 我發現這裡講 好嗎 有點 不大容易 你會看到有一個這個圖 如果那兩個你有執行人 之後這裡有兩個這個 有兩個 一個是放大性的圖 一個是那個叫邊的圖 有沒有看到 這個 有沒有 你如果執行人 剛剛那兩個小軟體 在這邊 一個叫做什麼 免費螢幕放大那一個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叫邊 好叫邊 那那個這個應該怎麼用 因為其實只要是你護照 都可以用啊 都可以用的 所以你要更要講 就比較容易一點 好比較容易一點 你可以執行它齁 執行了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這個對要方塊 告訴你 在這邊 欸拿下來 好在這裡 它其實快出現很簡單 它上面都有寫 上面都有寫 如果你只是單純 要進入繪圖的模式 要畫東西的話 就是Ctrl加2 Ctrl加2 欸所以你 按了Ctrl加2 它就進入繪圖模式 你的游標 你就會像我這樣 Ctrl加2 你看我現在游標 是不是就可以畫了 請問你覺得底的顏色 只有紅色夠嗎 不夠 那英文的 顏色你認識幾個 紅色叫Red 所以快速鍵字R 你還認識哪幾個 Blue B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換藍色的 Blue 欸 在這裡 有沒有Blue B 還有呢 Yellow 對 黃的 這男生要會的 對不對 還有沒有 還有Blue Pink Orange Or Purple Purple 就是紫色 就是Pink 沒有沒有 那個叫白綁 Black 叫白綁 或黑綁 所以如果你單純要寫字 你不需要 有那個背景這樣干擾的話 你就是 按B 按B 那個W 有沒有 White 如果是K就是變黑板 就變黑板 就變黑板 那還有什麼 Coffee Coffee 沒有 還有Green 綠色的 有沒有 那比 自然也可以調大小 也可以調大小 因為 那請問一下 如果你畫了很多 假設我已經畫了好多本 不小心畫錯的 還原 還原 還原你會哪一個快速鍵 還原是不是Ctrl加E 所以這邊 Ctrl加E 有沒有還原一個 對不對 那萬一你畫了 像這個筆其實我們在PowerPoint也有 可是問題都是紫色鍵在什麼 簡報的時候才有 請問英文的橡皮擦叫做 Eraser 所以 把畫面全部清掉 叫做什麼 ABCDE的E 比如說我已經畫完了 畫錯了 按E 它就把它清掉了 那當然你要畫直鍵就是按住Shift 所以 它雖然有一點點就是 好像快速鍵要記一下 可是其實還好 那麼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畫完你想要放大 你就滾輪往前 有沒有放大 往後就縮小 這樣會的齁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尤其是像那個網址啊 對不對 我們要讓人家看得比較清楚的時候 其實 就可能要稍微放大 因為尤其像 我們現在不能廣播情形下 我在上面給你看的 可能就不方便 事實上這裡啊 還有一個模式 你一定要會的 是哪一個模式你知道嗎 因為你如果注意 我們剛剛進入那個 會圖模式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網頁是不能操作的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進入會圖模式 我現在在畫對不對 可是我想要點別的 能不能點 不行 你可以按ESC 或者是滑鼠的右鍵把它離開 但是如果你希望我放大之後 還能夠操作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 我們WIN7之後支援 一個東西來 這個 就是這個 你看一下齁 在這邊 那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這個WIN7之後就會支援了 我們這邊應該都是 所以你可以Ctrl加式 Ctrl加式 它就自動把你放大 你看我按Ctrl加式 有沒有操作 可是這個時候我還可以怎麼樣 在裡面用喔 有沒有發現 我的滑鼠是可以動作的喔 我可以繼續操作 這樣了解那個意思喔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需要這樣去做齁 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要離開怎麼辦 再一次Ctrl加式就好了 再一次就好了 所以 你可以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隨時就可以放大給你看 比較清楚 當然 其實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類似的方法 就是要搭配 我這一支 微軟的滑鼠 其實如果你們有時候有參加人家那個研討會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這樣子 因為這個太小的 他就用這樣 他就把什麼 這個範圍把它放大 等一下喔 好 我就把這個範圍放大 這樣 有沒有 我用一個框框把這個地方放大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這種方法喔 比如說我現在換到有這個網址的 那我想要讓他看這個 柴碩 我就移到這邊 你們就在這邊看而已 但是很抱歉喔 這個你一定要買微軟的滑鼠才行 用他牌的不行 你這樣就可以齁 這個是 如果說你有特別 有需要這種簡報 你要用的 那你就是要搭配微軟滑鼠 他就會自動幫你裝這個DRIVE進來 這比較特別一點點齁 好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稍微跟各位介紹這個 那當然如果你不希望 你不太希望說我還要寄這些快速鍵的 我們也準備另外一個給大家 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很多政論節目或財經節目 他們都用那個 在旁邊就有一個什麼 數位電視的旁邊 不是就那個 乙化的那個顏色啊工具啊 如果你懶得寄快速鍵 你覺得我剛剛這樣用太麻煩了 你就找下面這個 叫Point to fix Point to fix 我把它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其實是一樣的做法 一樣的做法 你執行的時候 他會點點卡在這裡開始 等到你確定要用 這樣一目瞭然可以吧 這樣也很簡單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方式 那麼你在用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喔 有沒有發現這裡的顏色 他有分兩種 顏色有分兩種對不對 都同樣顏色有分兩種 一種叫螢光筆 一種叫做實心的 綠色是螢光筆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今天這個 這樣一畫下去 有沒有發現還可以看到底色 所以左邊這個是螢光色的 螢光筆的 那右手邊這個呢 就是實心的 所以你畫下去它就真的會被蓋掉 就真的會被蓋掉 這個是稍微留意一下 那它也支援就是放大 你也可以這樣放大之後 再去移動它 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不用去記那些快速鍵 不用去記快速鍵 你就可以簡單的去使用 如果你用到這邊 你還可以把它怎麼樣 拍照把它存下來 這個磁碟片 磁碟片在那邊 你可以直接把這畫面就存下來 所以下次如果你跟同學在討論的時候 拿你拿你拿你 直接怎麼樣 存檔做紀念 這樣就比較不會忘記哪裡要修正 那如果弄完了就離開就好了 離開就可以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的齁 好 那另外呢 這裡還有一個要跟各位介紹的喔 請問你在用的時候 你在一般在收集資料 在做簡報也好 或者做報告 有沒有常常簡簡貼貼 有嗎 有常常簡簡貼貼 請問你 如果你剛剛不管是複製的圖片還是文字 如果你剛剛有複製過的 可是現在又複製了別的東西 剛剛那個還在不在 假設 我這樣做好了齁 假設我上網找 好 我如果複製了 牌塑關係企業 複製了 這個時候我又把我們 董事長這邊的照片把它複製起來 請問剛剛那個文字還在嗎 不在對不對 我們Windows內建的剪貼部 最討厭的就是 油面子記的最後一個 所以你前面就不見了 可是對我來說 沒有這個困擾 因為我先打開給你看 我們剛剛有的 在這邊 剛剛有複製過的 請問有沒有都在裡面 這裡 我剛剛的網址 有沒有都在 你看我這邊還有其他的圖片 連我早上再用的都還在 這樣有簡單一點嗎 事實上微軟只對他的 Office好嗎 所以Office是不是可以多重剪貼 可是 你有沒有用過 你電腦面應該不只是用Office 是不是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這個時候你真的需要這種補助軟體 因為他不只是在你用 開機的時候有用 你下次開機還會在 下次開機還會在 那這個東西叫做Dicto 你看一下 這個 我剛剛用的就是這個東西 而且也是免安裝的 免安裝的 這個 對於各位你在整理資料來講 是非常有幫助 你可以打開這個 我應該有給各位 我看一下 免費軟體面 我應該有放 有有有 Dicto portable 有沒有 裡面有64位 有沒有 32位 隨便 看你還有哪一個 點進去之後 有一個那個藍色的 有看到嗎 Dicto 執行就可以了 執行就可以了 有了嗎 我給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來你看這邊 如果你有執行之後 在這邊 它會有這個藍色的 有沒有 會有這個藍色的在這裡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有一個選項 在上面按一下右鍵有一個選項 這邊 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回去就是什麼 唯一要做的就是把這個地方 把它勾起來 因為 剪貼部的收集 是要從開機就要開始收集 對不對 等到你想到才執行這個 很發現就來不及了 就來不及了 所以你這個勾起來之後呢 就很簡單喔 它會把你記住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請問你覺得應該記住多少個比較好 你覺得應該記住多少個 東西比較好 因為我們預設的就只記得一個嘛 對不對 它最多可以記1024個 應該夠多了吧 全部都記得也不太好吧 所以 內定值 各位的好像是30還是40個 30還是40個我忘記了 你可以自己從這邊決定 看你要 設定幾個 那超過了它就會把比較舊的就拿掉 比較舊的就拿掉 事實上呢 各位如果有某些內容 請問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部 包括文字 圖片 檔案 對不對 最常見大概就這幾個而已 所以呢 你如果 點下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 像我剛剛 在這裡 有圖片的 有圖片的 有文字的 都有記錄下來 都記錄下來 如果你今天想要用這個文字的話 你只要點兩下它就上來了 它就上來了 你要用這個圖片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 如果開一個這個 office的檔案 好了齁 好 假設我在這邊開一個 握著檔 好 你看一下 如果我要的是圖片 我就直接點兩下 我就直接點兩下 就進來了 這樣貼進來對不對 圖片進來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換成 我剛剛的文字就點兩下 文字就會進來了齁 我在這邊把它點兩下 有沒有文字進來了 欸 可是這邊就會遇到一個情形喔 你看 因為我剛剛這個文字 是不是從網頁上來的 平常如果你從網頁上的文字 直接摳進來 會不會連它的樣子 像這個超級球一起進來 如果在office裡面 它會一次的機會 讓你選這個嘛 有沒有 你可以選 那邊用純文字啊 可是萬一你錯過這次機會之後 是不是就來不及了 怎麼辦 所以 以前我們最常見的做法 就是打開一個文 那個叫做 記事本 進到裡面 汆燙過濾一下 就這樣 就拿純文字出來 但是這樣真的太麻煩 不要這麼麻煩 你只要 用這邊 在這個地方 按右鍵 用什麼 用純文字 這邊 純文字貼上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就 OK了 就解決了嘛 所以 如果說你是從網頁上摳的文字 你不希望那個格式進來的話 你就用我們這個 就可以很輕鬆的解決 萬一這個文字你最近常常用 你不希望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它最多比如說 記數三十個四十個 但是你一定慢慢的會超過這個數目 所以是會被覆蓋掉 所以 如果你的剪貼簿 不希望被覆蓋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 內容快捷列 永遠不要怎麼樣 自動刪除 有看到嗎 你如果有把這個勾起來的話呢 它在旁邊會有一個符號 你看一下 這個 永遠不自動刪除 有沒有發現這邊會多一個符號出來 那麼 雖然它會往下降 比如說你有新的進來 可是它永遠不會被刪掉 它就一直留在裡面 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在整理資料之後 有些東西會重複使用的 就不用擔心就會消失掉 這樣清楚了 所以這個工具其實 真的對各位來說 應該會比較有幫助的 我們平常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就很好用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把稍微幾個 比較常見的這個 小軟體 跟我們簡報比較相關的 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希望對各位也